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美国之音报道 日前有分析人士认为 美中关系已经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M型新冷战模式 双方在备战的同时也想尽可能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美中关系在M的这两个端点间不断摆档 紧张关系将成为新常态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日前发布一份报告 题为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 报告指出美中全面摊牌的概率正在上升 包括大型军事对抗 美国之音报道称 仅其中共动作频频 在辽宁号航母完成远航编队训练后 中共自制的第一艘航母山东舰在前几天被发现甲板上出现无人机群 不过美国军事网站动力报道指出 那些无人机不像是具有高端性能的无人机 中共海军可能用它们做训练和测试 为的是抗衡体积越来越大的小型无人机 另外中共第三艘003型航母被中共学者称为最强航母 近日盛船会在6月3日端午节下水 但最后并未如期举行 五角大楼去年底的报告层指出 中共海军拥有大约355艘船船和潜艇 美国则有300艘 但从航母数量来看 中共只有3艘 而美国有11艘 而且都是核动力航母 差距依然巨大 前解放军中校姚城日前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中共仅其动作频频 原因之一是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 加固了西方的军事联盟 对中共海上扩张进行了有效的防范和遏制 而更直接的原因是 中共内政出现严重危机 习近平想顺利在20大连任 就故意对外在军事上制造矛盾 以营造紧急气氛 转移注意力 不过中共在这种政治操作中 只敢使雕虫小气来挑衅 并不敢真正擦枪走火 中共经济学者陈文林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一个经济论坛上提出 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 将台积电 这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 抢到中国手里 这一说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外界认为 这样激进的呼声 反而凸显中共目前的困境 据悉陈文林在国务院工作过多年 多次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 在某种意义上 他非常了解中共高层 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 对此台湾备义少将于北辰 在九四药科素上评论说 在这次俄乌战争中 中共从俄罗斯身上看到了危机 那就是再强大和先进的武器 都离不开升级后的芯片 因为俄罗斯的晶圆提升方式 是以带来更替 美带间隔的差距很大 因此晶圆长时间没有更新 才会造成这次俄罗斯的窘境 同样中国的技术研发 所包含的军事概念 都是以俄罗斯为参考 像坦克船舰 也是不经常做性能提升 而像美国隔一段时间就更新晶片 不会有这种问题 这就是中共想要拿下台积电的 最主要原因 外界认为台积电不把生产 最尖端晶圆的工厂设在中国 是因为中国的当地政府的投资和外汇政策 政治风险 法治环境 国际信誉等环境不适合 另外除了优秀的人才和技术 高科技企业更需要有自由的环境 很明显像中共这种政策招令西改 强制封城的国度 并不利于台积电发展 日本产经新闻自身媒体人石板明夫 6月7日在脸书发文说 之前中共为了统一大业 曾向台湾民众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感性诉求 比如炎黄子孙 同文同种 血浓雨水 两岸一家亲等 但这次中共是图穷比见 不小心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 虽然近期海外不断出现 习近平权力被虚弱的风声 但有分析认为 这些船言缺乏可信度 目前很难找到相关证据 还有分析认为 习为应对危机会想尽办法保全 有观察人士发现 最近李克强一军突起 习近平却长达一个多星期 没有出现在官媒报道中 显示习失去部分权力 对此金融时报报道称 习之所以较少出现在镜头前 是因为当前是中共政治淡季 没有重大新闻 而且上海封城引发的混乱 明显令中南海不安 中共最高决策层还仍然表示 强烈支持清零 这证明了习当前的地位 报道认为习的权力仍然稳固 并提到 每当中共党内内讧高涨时 一般是失败的一方 会向海外释放可疑的泄密 外界还观察到 党媒6月7日报道说 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 要求全军认真组织学习 习近平论强军星军三 聚焦忠诚维护核心 实质奋斗强军 时评人江三哲表示 在危机重重的形势下 习近平在军中发起 学习习与录的运动 或许意味着他要铤而走险 动用军队来保连任 但不大可能是让军队发起兵舰 呼吁连任 更可能的模式是对外开战 一旦进入战事状态 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 就有极大特权 甚至可以推迟召开二十大 也有分析指出 随着权斗白热化 要以对外开战的方式来解决 内部政治危机的人 不一定是习近平 也可能是反习势力 故意制造危机逼喜开战 以便借机夺权 英国《太阳报》6月7日报道 俄乌开战以来 中共因恐惧西方制裁 而不敢向俄罗斯提供帮助 引发普京的严重不满 报道指日前社交平台 Telegram上的General SVR频道 引述克里姆林宫内部消息称 在最近一次会议上 普京言辞表达了对习近平个人的不满 甚至使用了不雅的词汇 同时被迁怒的还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普京认为他对没能说服北京 向俄罗斯提供援助负有责任 当拉夫罗夫试图发言时 普京打断了他并破口大骂 据《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 俄罗斯近期至少两次向北京施压 要求提供新形式的经济支持 报道说习近平已责成中共官员 想出在不违反制裁的情况下 对俄罗斯提供帮助的办法 美国官员表示 国际制裁几乎滴水不漏 就算中共勉强找出一点漏洞 但对俄罗斯来说也根本不够 6月6日中共国安部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 鼓励民众通过电话网站寄信和当面等方式举报 并鼓励实名举报 国安机关列出给举报者的各种奖励 其中奖金部分分4个等级 最高人民币10万元以上 分析认为中共陷入内外交困 对中国民众进一步实施白色恐怖 以金钱引诱告密的也有心理 2017年北京国安局已出台举报悬赏50万的规定 今年以来中共陷入内外危机中 在国内当局实施疫情清零政策 多地因长期封城造成严重的刺省灾害 民怨沸腾 北京很多高校学生上海多区市民发起抗议 此外中共内斗激烈 抖袭信息频频传出 大陆独立评论员吴特对媒体表示 随着中共统治区内外危机的发展 网络上的不满越来越多 已经有点压不住 扇不过来了 所以中共要扩大猎屋运动的规模 鼓励粉红去举报网上敢言人士 吴特说 这次举报新规应该是从北京推行到全国了 这无非是鼓励全民猎屋 制造寒蝉效应 白色政治恐怖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实际上是中共面临严重内部危机的时候 一种转移大众矛盾焦点的手法 这种手法中共使用过多次 目的是通过大具鼓励告密 来防范瓦解 一切可能导致人群聚集 引发群体型事件的因素 同时也通过这种手法 制造一个人人自危 互相提防戒备的原子化人际关系 这有利于巩固中共的统治 动员人民战争和抓间谍 是中共的老套路了 原一点像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把1万5千人打成特务 唐靖远表示 实际上就是抓特务运动的翻版 这是中共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镇压民众及整肃党内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2014年 中共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 习近平在会上大谈部队中 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 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震撼 但是当时没有公开细节 近日中共喉舌披露习近平当时说的一句惊人之语 2014年10月 在习近平的亲自提议下 在古田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11名中央军委成员全远参加 会上习近平特别强调 领导干部存在10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并首次指出 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虚财后案件 上月底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在第十期刊发了 重整行装从严治党治军再出发一文 现任福建省党校副校长曾汉辉 当时作为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 负责全程讲解 他说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 一些军人尤其高级将领 不谋发展不谋打仗 贯彻落实党指挥枪这个原则 走了样变了味 按照总书记讲的就是军魂魂不附体 习近平在这里说的军魂魂不附体 指的是军队在当时不受其控制 而是暗中听命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刚刚落马的徐才后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 都是江泽民的签信 江泽民从1989年11月开始担任中共军委主席 掌控军权长达15年 在这段期间将以腐败治国 同时为了把控军权纵容军队腐败 在胡锦涛掌权时期 江泽民集团架控胡锦涛 操控军权腐败比以前更深 2015年3月14日 港媒报道称 当时在一个有数人在场的军方半公开场合 徐才后曾对郭伯雄说 让他干五年就滚蛋 此话后来传到习近平耳中 有消息指 习近平后来在一个场合表示 这就是政治问题了 想不抓都不行 随后2016年7月25日 郭伯雄被判处无期徒刑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